那简中网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 中国的950步枪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一人无法使用自己的5.8毫米子弹 自己的95步枪却能使用缴获敌方的5.56毫米子弹 那么5.8毫米口径步枪能使用5.56毫米步枪弹吗 我先说答案 这是外行人的意淫 这些地摊文学作者 想当然的认为 把直径小的一定能塞进直径大的管子里 乍听起来逻辑上好像没毛病 但实际上可相差甚远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种弹药 注意这两根红线 这是弹药的斜尖部分 也就是弹壳收口的这一段 是不是高度不一样 我们以AR为例子 它的上弹过程 枪击把一枚5.56毫米弹药从弹夹推入弹堂 并旋转臂锁完成激发准备 不知道各位发现没 弹堂和弹体是高度匹配的 尤其是枪弹在枪堂的斜面位置时 假设我们常试将一颗5.56毫米口径的子弹 装入954步枪 由于5.56毫米子弹的弹尖宽度 超过了步枪枪堂定位斜面 这颗子弹将无法完全进入枪堂 从理论上讲 已是没法将子弹全部的推入枪堂 因为5.56毫米子弹的后半部分将外漏 这将阻止闭锁装置的正常关闭 没法闭锁 就无法进行正常的激发 还有就是假如弹头真的被发射了出去 但是弹壳随即会膨胀 如果尺寸不一样 很容易出现卡弹的情况 到时弹壳又怎能抽出来呢 不可况5.8毫米步枪弹桶最大直径是10.4毫米 5.56乘以45毫米步枪弹桶最大直径是9.58毫米 相差了将近1毫米 这根本连壁器都做不到 要怎么通用呢 由此可见枪弹是高度匹配的物件 口径 弹尖高度 弹壳追度 长度等 任何一个数据不符 都无法完成激发和退壳过程 甚至出现炸糖 所以以5.8毫米口径步枪能使用5.56毫米步枪弹 根本是扯弹 那么大口径是不是就完全无法向下兼容了呢 其实这也不一定 但是前提是两种弹要高度的相似 比如7.63毫米的毛色手强弹 和7.62毫米的托卡列夫手强弹 二者的弹尖之间没有差别 虽然口径有0.01毫米的差距 但是向下兼容还是可以的 要是弹壳能不能卡紧 或者有没有亲密问题就不好说了 打出去乱飞精度差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